大家好,昨天台湾公布了四名台湾军情局的退役将校被中国大陆吸收为间谍特务 这个案件被曝光了,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自称台湾第一特务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退役上校将叫张超然 自称叫台湾第一特务 还有退役上校叫周天慈,张超然,周天慈两个人 在海南岛投资冰榔种植 文中说,台湾方面说,贪图中国给予的经商便利、金钱报酬等利益 2012年起,涉吸收退役少将邱志忠,退役上校王大望 提供疾问敏感的情报员、个人资料以及机密军情给中国大陆方面 4个人目前都否认指控 台北地检署今天依国违反国安法、国家情报工作法等罪起诉 最终面临10年有期徒刑 这是台湾目前最大的新闻 在押的张超然,现在已经70岁了 遭起诉后,已审台北地院 法官认定张超然重大有逃亡之律 但是无积押必要,裁定30万元交保 并限制出境,出海、居住8个月 也就是说,他虽然有逃跑的风险 但是还是交保30万,你就可以在家待着 但是不让你出境,出海 张超然昨晚布出了 北院表示,只有台碟没有共碟 之前邱志忠、周天慈以各获15万元交保 起诉书也指出,1999年军情局退役陆姓哨校 在深圳被软禁 张超然奉命前去营救 结识中国广东省国安厅官员韦先生 欲反被吸收为中共的间谍 张超然先吸收州 居间协调军情局退役军官赴中国 与安排机票时速 这话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互相之间拉拢 中国大陆想拉拢他,他想拉拢中国大陆的 所以你看啊,这个国安系统啊 真的啊,真真假假 有的可能你觉得把他拉拢到了 那他可以给你来个什么碟中碟啊 他给你提供个假情报 这种啊,情报战线上这种事啊 咱们听听就好啊 2012年,邱志忠欲赴中国探亲 但担心被捕 张超然游说说 只要赴中国与韦先生见面 就保证平安 广东省那个公安厅的情报人员 韦先生能保证他平安 同年8月,这个岳志忠啊 与张超然安排下到达了澳门会晤这个韦先生 在澳门会晤 让中方得以啊 搜集岳啊 还有州在军情局的职务经历 还有一些 呃 业务啊 业务上的信息 那么州随后就中方提供的 台湾情报员的照片进行身份执任 事后啊 这个岳先生呢 也就是这个 岳志忠 获得了6000港币 在免税店购买价值约3万元的名牌包 随后回到台湾 也就是说呢 他只干了一件事 给了他一张啊 看了一些台湾情报员的照片 让他指认哪一些人是台湾情报员 就是把台湾在大陆的 或者在香港台湾的情报人员的照片 让你指认 那也就是说 出卖了自己的啊 自己台湾这边的情报人员 那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啊 可能这些情报员有的被捕 有的还在继续被监视着啊 知道你是间谍了 我不抓你 但是我会给你一些假情报 利用你传递一些假情报 或者有些人呢 就会被辞退啊 就不会再让他再接触一些机密文件 这都有可能啊 自己 认了一个照片 只认了照片得了6000港币 另外还有3万元的包 2016年6月 这个岳先生在州的陪同下啊 再度赴广东 那州收到了3000美元 然后返台 那岳先生呢 在中国官员的陪伴下啊 赴郑州探亲 并接受了时速招待 那王大望在张的安排下 于2016年8月赴中国探亲 未料一到广州机场 就被中国国安人员拦截带走 张呢 连忙向广东啊 国安国安厅求助 王涉嫌泄漏军情局24名同学 任职经历背景 事后啊 获赠茶叶人民币 还有一些手机 那个王大望呢 看来也是出卖了啊 军情局的一些人员 所以你可以看啊 这个案件啊 明显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台湾军情局 这些退役人员啊 其实对台湾的内部的啊 其实对台湾内部的啊 军情或者一些信息啊 保密根本不严 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 你可以看啊 都是为了钱 都是为了钱啊 所以我希望台湾人 你也想明媚一点啊 保卫你的国军啊 保卫你的这些间谍啊 保卫你的这些情报部门 他们真的是为台湾吗 咱们也可以说啊 大陆有一些是不是也反水 是 干这行 建了钱都是这样 那钱是啥呢 钱就是利益 那你可以看到 你在这大张旗鼓 说为了自由民主 我们呢 拼死拼活 保卫你的这些人呢 为的是啥呢 为的是钱 为的是利 为的是名 那在这种东西的诱惑之下 你的这种坚持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我觉得台湾人你想一想 你能啊 你能想一想美国到时候也会为了你这种坚持 也会为了为了你舍弃美国人的利益吗 那中国大陆只要符合了美国的利益 就可以放弃你台湾 所以我说台湾 你想明白一点 台湾问题最后的就是中美利益的交换 中美的问题 在利益面前 什么国安的 是不是 那台湾国安局的这些人 你看看 在利益面前 该出卖同胞就同胞 该出卖同事 出卖同事 那获得的金钱 获得利益才是最重要 谁给你讲感情 谁给你讲意识形态 讲自己的什么 政治主张 谁给你讲这些东西 美国更不会跟你讲 连你台湾自己的人都不讲 更别说美国人给你讲这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吧 我把这事给你讲通了 讲透了吧 你会发现 其实台湾问题很简单 就是利益 我可以讲到这些东西